日本福島縣發生核災難之後 一些已經疏散的城鎮 不少野生動物在街上橫行 大地震引發日本東北部大海嘯 災難癱瘓了全球其中一座最大核電廠 福島第一核電廠 三個核反應堆嚴重損毀 大量輻射性的物質釋放到環境中 福島第一核電廠由東京電力公司營運 距離首都東京230公里 方圓20公里的範圍被列為疏散區 大約9萬人被迫要離開家園 福島居民原本可以在輻射水平回落後 重返家園 但在一些城鎮中 野生動物數目激增 令居民可能歸家無期 這裏的樹林亦受到大量輻射污染 有些地方每小時超過100名氣 特製攝影機用紅色顯示的地方就是了 在樹林漆色的動植物究竟有沒有受到輻射影響 科學家用特製的菲林拍攝樣本 調查他們受污染的情況 黑色就代表受到污染 日本爆發核災難五年後 專家進一步詳細剖析 輻射對當地野生動植物帶來的影響 這裏是福島疏散區沿岸一帶 仍然留有海嘯的痕跡 清除輻射污染的工作進展緩慢 這間荒廢的小學已經聽不到小孩子的聲音 住宅區旁邊是一片樹林 當年亦受到輻射污染 樹林裏面的輻射量大約是每小時10微汽 是東京自然輻射量的250倍 地圖所見的是核事故三個月後 用飛機量量度的輻射量 紅色代表是每年100毫希的範圍 屬於高水平輻射區 但是輻射量隨著時間逐漸下降 比起2011年 這裏的輻射平均下降了六成半 但是輻射量仍然很高 樹林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大約10公里 自從核事故發生之後 科學家就定期視察樹林的情況 其中一位參與研究的科學家是辛敏 他和同事用一部特製的攝影機 拍攝樹林裡的輻射量分佈 當中輻射量最高的範圍以紅色顯示 很明顯接近地面的輻射特別高 受輻射嚴重污染的地方遍佈整個樹林 這條路穿過樹林 路邊一個小坑的輻射量很高 研究人員相信雨水帶來的輻射物 在坑裡聚集 異氣顯示這裡每小時有110枚氣 他們還第一次發現一個 超級污染區 是由空中或其他途徑偵測不到的 那裡安裝了攝影機拍攝野豬的情況 他們在吃草根 這些輻射區 相信就是野生動物受污染的原因 他們會用特製的攝影機和菲林拍攝動植物 這些照片清楚反映出區內動植物受污染的程度 這條路穿過 2015年的秋天 新聞將福島縣 浪江鎮一塊松樹的樹皮 和日本西南部福江市一塊同類樹皮做對比 只有浪江鎮的樣本有黑點和陰影 落在樹林裡的輻射粒子依然留在樹皮上 在這些松樹樹葉上 陰影和黑點呈現樹葉和樹枝狀 顯示植物當這些輻射物是養份 而將它們攝取 輻射元素式的化學特性和養份中的甲 差不多 所以植物就會錯誤地將它們攝取 新聞也調查樹林裡的昆蟲和動物 它們亦攝取了輻射物質 由於核事故的關係 這裡所有的人類活動已經停止 令生態系統出現很大變化 通常在山區和樹林棲息的動物和雀鳥 開始在原本有人居住的地方出現 這裡是浪江鎮的中心 清除污染工作已經展開 令輻射量降至每小時少於一眉氣 但是雜草重生 逐漸包圍破落的民居 這裡大約有四萬間荒廢的建築物 散落在整個疏散區 它們已經變成野生動物的家園 想清理家園的居民 首先要得到地方政府批准 即使可以回來 也只限於日間 牠們正面對一個難以想像的事實 就是野生動物入侵民居 雙輪 散交其在 thực 會顯示 這個居民每個月都回來清理家園一次 但每次他都發現野生動物造成更多破壞 他當初以為只要輻射量一下降 一旦可以回家住 但家園一再被動物破壞令他很無奈 究竟是什麼動物進駐民居呢? 過去兩年澳田龜和同事研究過這些野生動物 他們在得到居民同意之後 在一間荒廢的房屋安裝攝錄機 從地板下捐出來的是一群滿熊 滿熊來自北美洲 學來傳入日本造寵物 但最後在野外繁遜 洞口大約只有十厘米闊 但難不及滿熊 他們很容易一隻又一隻地進來 滿熊在天花板上的空隙睡覺 連果子尼都盡住這裡 這些動物通常在休暗的地方休息 例如樹幹裡或山洞 這些空屋是最好的替代居所 分析過不同地方拍攝的片段之後 他們發現有一間房屋 五個月之內拍下了700次滿熊的蹤跡 滿熊可能帶有疾病 並且傳染給人類 雖然至今仍然無法證實 大約有些空間的空間 除了滿熊之外 屬於全新的地區 並且傳染給人類 除了滿熊之外 屬於全世界的空間 從來無法證明 除了滿熊之外 還有一種動物 在梳山區裡 數目增加得很快 在哪裡 在哪裡 在那裡 在那裡 他們就是野豬 野豬通常住在山上 而且非常小心 通常會在人多的地方出現 但是現在 這些荒廢的城鎮 野豬甚至開始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 有些更加在這裡生兒玉女 有些更加在這裡生兒玉女 在住宅區的中心位置 就有一個野豬家庭 這間屋很破舊 是野豬的理想居所 是野豬的理想居所 在這裡生兒 是野豬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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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在城鎮住下來的野豬 很提防人類 他們總共有11隻 通常野豬都很少有這麼大的家庭 但是來到城鎮之後 數目就不斷增加 究竟這種通常住在山上的動物 為何會來到城市居住呢 科學家三年前開始實地研究 由獸醫專家 溝口進夫的團隊負責 他在這方面已經有超過30年經驗 這天他用麻醉藥 麻醉一隻野豬 再將一部 由日本放送協會研發的 超小型攝影機 由當地獵人安裝在野豬身上 大約30分鐘 還可以 然後將野豬放生 工作人員之前已經幫他注射營養素 這次是當地首次分析野豬的行為 和他們生活雜性的轉變 攝影機拍下了生性謹慎的野豬 一些小見的動作 一個男人站在他們要去的方向 他是一個清除污染工人 只有日後才會來疏散區這裡 野豬沒有避開他的跡象 反而他們還走近這個男人 最後是工人停下 等野豬走過 人類和野生動物的正常關係倒轉了 這隻野豬大約1歲大 攝影師嘗試嚇走他 但他已經完全不怕人 自從發生核事故之後 當地獵人定期進入疏散區 他們到現在 已經殺死了9500隻野豬 但野豬的數目 並沒有下降的跡象 有一個地方可以提供 輻射污染環境的線索 這裏就是1986年發生歷離最嚴重核災難的 切爾諾貝爾 即使到現在 有些地方的輻射量 每小時仍然接近200枚氣 科學家在切爾諾貝爾周圍樹林 做了各種動靜物研究 這些研究 是比較福島受污染地區的重要參考 其中切爾諾貝爾的歐洲赤松 證實有明顯的反常現象 正常來說 這些樹應該向上生長 但是現在它就向旁邊伸展 有些樹枝嚴重扭曲 相信是由於輻射的影響導致反常 研究結果顯示 沒有污染地區 有6%的樹木出現反常 但是隨著輻射量上升 反常個案的數目也會增加 有報告說 動物的反常現象 也可能與輻射有關 焰子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蒂莫西木梢 是設議諾貝爾事故 生物影響研究計劃的研究員 在得到當地政府批准之後 他抓了一些在這裏繁殖的燕子做研究 在燕子的尾部找到反常現象 就是兩端長短不一 令尾部的羽毛失去平衡 木梢相信 這樣會令他們在飛行上 比以前困難 甚至連生存都會受到威脅 木梢梁量度了三千隻燕子 來自沒有污染地區那些 尾與長度平均相差1.9毫米 在切爾諾貝爾 就相差4.9毫米 木梢也分析了小鳥的精子 研究它們的生育能力 這些是切爾諾貝爾附近燕子的精子 用紅圈圈的精子 動不動 這些反常的精子 平均佔所有精子 21.7% 是沒有污染地區燕子的8倍 FIRM 然後我們發現 一些牢牌的蠻殼被丟肅 也看到了 有多殆重金 自從日本福島發生核事故之後 穆梳每年都來福島的疏散區 他想比較當地和切爾諾貝爾出現的反常現象 他在福島發現一些燕子尾與長短不一 像這隻燕子一樣 左邊尾魚的長度和右邊不同 不過日本一些動物專家也研究過燕子 結果他們發現沒有足夠數據 可以證實出現反常 但他們就找到燕子受輻射污染的證據 在疏散區的燕子屍體找到每公斤450倍的顏色 從特製菲林的照片可以看到 燕子體內有黑色陰影 這隻燕子可能就是因為吃了有輻射的昆蟲 所以被污染 清除這些野草也可以減少野豬和其他野生動物的活動範圍 雖然居民開始重返城鎮 但面對曾經接觸輻射的野生動物 要重建家園 過程可以說是非常漫長 核事故引起大規模輻射污染 摧毀居民平靜的生活 但諷刺的是 事故亦令野生動物數目激增 七年過去 這片輻射樹林 似乎依然未能走出傷痛的困局 千萬元 三年 七年 一、八年 一、八年 一、四年 一、二、八年 一、七、八年 一、十、八年 一、八年 一、八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